走访东港华侨市场 丰富的渔产到底又实在 春节即将到来 现正华侨市场每到傍晚 就会涌进采买年货的民众 由于产地直送 加上渔高小镇的独有风华 这里不仅渔产风还相当新鲜 而现在采买政府和时节 可说是评价美食首选 我们东港有好吃好玩的东西 尤其是我们东港是一个渔业重镇 海鲜都相当新鲜 都是现捞的 要是要买现捞的到华侨市场 里面有现捞的海产 想要买什么 林蓝满目应有尽有 要吃完 还有我们海产街 还有很多餐厅 餐厅那里都有特色的海鲜街 渔会总盖市强调 东港华侨市场 除了是采买年货集团人菜的最佳选择 民众新年走春 这也是首选观光景点 包含渔村小镇的独有风情 充满宗教魅力的东龙宫 还有甚至环保及生态意义的大鹏湾 都是乡亲走村的不二选择 我们的大鹏湾 大鹏湾也有这个大鹏湾桥 造价17亿的 还有可以去玩玩 大鹏湾可以骑脚踏车 文化之旅也可以到 因为我们东港的宗教文化相当丰盛 尤其是我们东龙宫 这个去那边拜拜 还有到这个四地公园 还要到我们东港区会有一个文化馆 直接可以到华侨市场里面 买新鲜的鱼后 到我们二楼观赏海景 喝咖啡 都是相当不错的一个景点 东港华侨市场强调春节期间不打烊 期盼给乡亲最优质的采买管道 近年来海产年货越来越夯 许多乡亲都会趁着年节送礼 采买虾蟹礼盒以及美味干货等 提供乡亲在过年期间 烹煮粘菜时的绝佳选择 评论是我们的提议相识采访报道